早點視頻,吳佩夫元祺術二的時間,迎光幕見到吳佩夫師傅 大家好 師傅,今集我們要講一講上海的疫情 好恐怖啊,我最近看一些片,夜難人靜的時候 有一些家長大喊在街上,有沒有退熱貼給我啊,我兒子已經死了一度啊,高燒啊 聽到都心酸,因為封城,餓死就餓死,網上傳聞有條片說有個婆婆吃屎死了,很慘 上海的疫情有什麼玄機呢?為什麼這麼嚴重? 接下來發展會有什麼問題呢? 老實說,上海這個地方,其實中國來講 只有兩個地方,就這麼文明,這麼富裕,第一就是香港 第二就是上海,比你猜十次都猜不到,上海搞成這樣 但是如果用玄學角度去看,其實都有些玄機 其實上海,古代來講,我們叫上海是一個叫新城的意思 新就是申請的新,即是十二地支 黃暴江以前叫新江,所以這個地域本身代表新地支 而今年二年就是仁年,人生本身相衝 你明白嗎?而人年本身來說,每一年的太歲代表天子 那天子衝他有什麼辦法?你明白嗎? 即是天子要衝他,這是新地,這是整定的 即是很遠的 還有一件事,未坤身是同一個掛位,即是代表坤掛的 未代表陽,陽城代表哪裏? 廣州,就是廣州 今年來講,危的地方第一,上海,第二,廣州 下個月,就是叫做月字的,五月 如果它洞牌屬於字的地方,就形成了人字身三型 是一個很大的分裂的禍,字代表哪裏? 就代表香港,因為字是代表順掛的,香港就是順掛 如果,真是不幸運,真是這裏說不完 如果它真的在下個月,去搞香港 譬如說,全民強檢,封香港,這樣那樣,搞香港 就會國家動搖的根本,所有都不希望搞香港 有些觀眾可能聽到這裏,會在這裏說,車子怎麼會? 但不是,最近你看新聞,正在吹風,隨時又來 林鄭她現在醒了,她暫緩 她現在說暫緩,只是暫緩而已 這樣說,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她未必會搞香港 如果她真的搞香港,就形成了人字身三型 那就很麻煩 但她現在應該都已經搞了上海、廣州 廣州都搞了,她都封了高速公路 不讓外圍的地方進來或出去 但都不至於她上海那麼慘 上海真是慘 原來人間地獄,餓到半夜三家喊救命 在高樓大廈,很多人喊出來,鬼屋神號 所以形勢上都頗麻煩 其實是有些玄機,這個地方是新的 而且她似乎還沒有放寬或什麼時候解封 沒有啊,沒有啊 那個情況 沒有啊 有些人更害怕 因為原來說國內有些可能三四線的城市 在吉林那邊,東北那邊 封了半年啊,大哥 不是開玩笑,封了半年啊 不用出街 是呀,接著她就說千里上海,算什麼啊 是吧,二十幾天而已,我們封了半年 沒有人搬去那些地方嗎 是呀 這樣就怎麼運作啊,這個社會 所以她是三四線城市 任由你們自己搞定她 這樣就真是很大問題 不用看都知道很大問題 這樣就真是 很嚴重的情況 我之前去年都說 今年本來說五王入宗,代表人和 五王本來是戰爭,但戰爭也代表人和而已 是呀 你好像普京這樣,無端端去打別人 這樣也是人和來的,一個人問題 是呀,她自己摧毀自己國家 是呀 我看普京,今年都很難捱的 嗯,拜就拜的了 我也希望啦,這種惡魔,人間惡魔 是呀 好像烏阿蘭也有很多亂撞光 我看到好像死了很多人 是呀,真是很慘 天修的,天有眼的 是,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些人就會質疑 但其實我告訴你,師傅是愛國的 她正在給大家建議 是吧 給大家 給香港 真的想想啊 大哥,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我沒事的 喂,儲定些糧 是吧 我們都要儲定些糧 是呀 那你趁現在來說 你可以自己買什麼牌子 公仔麵都可以 是呀 有得選 你上海也沒得選的 是呀 我今天看報紙 有隻雞,綠色的 阿凡達那樣的 是 給一些災民 這麼大 是綠色的 那隻雞,我真的沒見過 他不是連上沒有 就是白切雞,但是是綠色的 我這麼大小,沒見過 我也沒見過 綠色的 整隻 是 不知道什麼味道 不知道 應該算 我想他怎麼發霧 整隻 這樣都給人 沈偉說一句 多謝黨 是呀 感謝 基本動作 很暖心 是 他給了那些薯仔 出了牙齒 是不是不能吃的 是 如果你不介意會死 應該都能吃的 出了牙齒 牙齒還長過 一呎多 比手臂 真是 這樣也沒得人吃 真是誇張 希望香港不要封城 唉 那就是了 那就感謝黨 是 OK 那好吧 我們一句感謝黨 那就完結今集了 好 拜拜